小鹏总说这是SUV 那距离小鹏S9上市已经是一个星期了 今天我们就到店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并且来看一下网友们关注的几大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呢我坐的这一台展车呢 它是702续航MAS版本的 座椅呢已经选装上了这一个零重力座椅了 我知道网络上的网友很想知道 零重力跟标配板到底有多大区别 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 无论是不是零重力版本 它的坐垫通风加热按摩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次零重力版本它的扶手会比标配板宽3.5厘米 被垫加宽了4.5厘米 既然选装要16000 当然零重力会更舒适一些啦 二排座椅正在进入零重力模式 舒服 但如果是家用的话 我会觉得保留会标配的这一条18厘米的过道 会更方便老人跟孩子从后排进出 你们觉得呢 我知道市面上的MPV2排有升降屏幕 已经是一件不稀奇的事情了 但是小朋友S9这台3K分辨率的屏幕 你们必须要好好体验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小朋友S9的门只能开这么一点 其实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窗户没关闭的情况下 就像如果我们开门 孩子好奇把头伸去放外 这样子就可以放假啦 如果你们想把门完全打开 只要把窗户关上就可以了 来到后排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套座椅是怎么电动折叠且放平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备箱完全放平 容量扩正到1800多升 大家知道作为一台家用MPV 它的实用性也是很重要的 全屏的地台可以满足到我们平时想要放置的 自行车呀 婴儿车呀 都能满足到我们的需求 那我刚刚呢 也去采访了一下小鹏的销售小姐姐 他们说今天我们还好选择的是工作日来拍摄 他说如果是在星期六日 它的客流量估计我们想拍个角落都拍不了 那其次的就是到店的客户 他们会更喜欢哪个配置呢 看的最多的就是702续航MAX版本 也就是说散车这个版本 喜欢的颜色呢 是有黑色白色银色一些比较简约的配色 那至于二排零中立座椅呢 还是选择的人群会比较多 那买车的人群有公用的 就是公司需求还有是家用的 那他们关心的点 大部分都是在于乘坐的舒适性 所以说选择零中立座椅的人比较多 也是很正常的呀 那其次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交付周期了 小鹏总说只需六周即可完成啊 那其实这个时间段仅限于 当晚发布会晚上订单的一些人群 可能你在当天的晚一点 或者说再往后的一些订单呢 基本都是要等到八周 也就是说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了 就是说家们先到先得啊 如果心动的赶紧行动起来吧 那据这家商超店所说啊 小鹏S9上市一周呢 他有到店收到的订单呢 就有接近几十台大订啊 并且的话 甚至有一个销售销罐特别厉害 一个晚上发布会就收了十台订单 那客户群体对比的一些车型呢 有Mega还有问杰M9 还有极客009 那这一期的小鹏探电S9 已经展示完毕了 如果大家还想看自家方面行驶方面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 下次继续给大家展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